好 再来看到范左宪之所以能够骑重机开兵式 被爆料是因为副业做很大 不过呢 他的父亲接受我们独家专访表示说 重机是小儿子买的 范左宪只是偶尔齐齐 还强调这重机是二手的 不过车行呢 对范左宪倒是蛮有印象的 还说这台车都是范左宪亲自来车行 维修保养 记者的问题很清楚 这台重机到底是谁的 范左宪的父亲想都没想 说这台车是由弟弟出钱 挂在范左宪名下 平常就两个有空就骑了 两兄弟嘛 你知道吗 就是共用 对 两兄弟有空就骑了 所以这个是左名买给 这是买中古的啊 刚买 这台重机车款全新要价40万出头 就算是中古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车子究竟是哥哥还是弟弟的 也涉及到范左宪的额外裁员 记者巡线来到重机车行 因为现在范左宪成了话题人物 令车行店员对他很有印象 也间接证实了 这台重机不管是维修还是保养 都是范左宪负责处理 范左宪每个月收入只有4万元 却为爆料花钱大手大脚 开兵式骑重机和印象中不太一样的 当然还有她的家人 妈妈强调全家人的生活都很简朴 范妈妈接受中天新闻独家专访的时候 提到她有在做资源回收 在她家的后门的确可以看到有两代 其中有一代就是旅贯 另外还有像这种宝特瓶 像酒瓶那些他都会拿来这边换 像宝特瓶的话 我们附近那边就有资源回收 就换几块钱这样 对啊都会换 所以他们家算是蛮节俭的家庭 已经被收押的范左宪 副业内容不断遭到爆料 一次又一次让人惊讶 比对家人邻居口中的她 范左宪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面貌 也成为解开洪仲丘死因的关键 总体新闻林家园王树民 SNG小组新竹桃园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